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预计明年4月开工拆除 并于9月完成拆除作业 将释出1.6公顷完整建地 未来规划先作为停车场使用 虽为周边带来利多 但殡葬业者面临搬迁困境 房市专家则指出 拆除后可促进周边房价回升约两成 第一殡仪馆周边发展成殡葬一条街 临近商圈与行天工 属于房价凹陷区 专家表示 拆除后用途影响房价 若坐停车场有利周边居民 中古大楼房价可回升两成至七 八字头 但殡葬业者表示搬迁不易 第二殡仪馆周边已无适合店面 急需政府协助 不过独发局认为让基地朝向公共服务使用 殡仪工会总干事朱正则是直言 目前北市的殡葬设施量能不足 对家属已经是沉重压力 第一殡仪馆周边上百家殡葬业者要迁移第二殡仪馆已无空间 也受水源 学校距离等限制 朱正表示 公会曾建议市府扩建二病后再谈拆迁 但政策目前已无转环空间 业者急需协助 整体而言 拆除有助提升居住环境 但业者面临操作困境 政府应妥善规划 未来如何平衡不同需求 让居民获益而业者可续赢 是决策的关键所在 富比市地产王综合报导 建议都是北津 立案跟业者登滚 中文字幕后就 bazen